说到广州的乐剧发展,就不能不提西关。 在20世纪初,西关成为了商谷聚集的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发展。 作为西关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乐剧,就是在西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下发展而来,成为了近代乐剧行业的大本营。 在乐剧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50年代,香港有一个花旦,她演技高超,人量生甜,大受戏迷爱戴,她就是方燕芬。 方燕芬一演戏,后台就会摆满戏迷送的鲜花以及参汤、鸡汤、冰糖燕窝等礼物。 1953年,她25岁之时就演了60几部大戏,主演过150部电影。 于是香港戏迷将其评选为乐剧花旦王。 然而这样一个耀眼夺目的人,在丈夫离世四年后,竟独住村屋无人照顾。 如今与红线女的关系暴露更是让人惊讶。 比起方燕芬如今的孤苦,年轻时的她可谓是风华绝代。 方燕芬三岁时,父亲把她送给了同乡梁赞姑抚养,一名梁燕芳。 梁赞姑喜爱乐剧,梁燕芳经常陪伴观看,耳濡目染,久而知久也爱上了乐剧,喜欢唱唱跳跳。 碰巧,邻居是乐剧老师傅王九,见他声音甜润,舞姿不俗,颇为喜欢,就教他唱功, 并带他上舞台表演,出路艺术天赋。从此,梁燕芳走上乐剧一坛,取一名为方燕芬。 1932年,刚满十岁的方燕芬,就进入当时著名的国生剧院。 不久,在寿盛年乐剧团与小燕红,也就是后来的红线女一起从艺, 被誉为该团一对美丽小宫灯,两人当时可谓情意浓厚。 因此,2013年,红线女离世时,方燕芬还曾将这段往事拿出来回味。 当时,方燕芬经文好友红线女突然离世噩耗,深感惋惜, 一起与女姐当年一起做宫女,奋斗的往事。 她表示,当年与女姐一起出道,一起做宫女,那时只是拿着宫灯走出来,没有对白。 两人感情很好会聊心事,一起盼望何时可以有出生的机会。 还提到她有次去广州,女姐知道后,亲自前来迎接及帮她安排好一切。 女姐前往香港时,大家都会尽量抽时间见面,即使没时间也会互相通电话。 她说,有次她打给我,很开心地说我有曾孙了,我说你真幸福,我还没有。 我们有空时会交流家庭的事。 她感叹人生就是如此,所以要好好珍惜。 再说回当初和红线女一起工作后, 接着,方燕芬又在花锦绣乐剧班随马施增。 魏绍芳等明灵边学边演,这就为她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实践机会, 使她在艺术上有长足的进步,声色异俱全。 方燕芬从16岁开始,便担当了港民班正印花旦,成为乐剧新秀。 抗战期间,广州沦陷,方燕芬所在剧团经常到珠江三角洲城乡演出, 曾多次回恩平为乡亲们献疫。 一次在江州镇与陈鹿威和演, 另一次在盛唐须与罗嘉全演出。 方燕芬在木兰从军饰演花木兰,女扮男装,子侯平侯, 蕴枪自如,隐行高歌,正气凛然,同仇敌凯, 借木兰之口抒发豪情,令人振奋,激发了人们的热情。 抗战胜利后,方燕芬在广州与梁醒波,白玉堂,薛觉仙, 新马师曾等明邻同台演出《梁山博语注英台》等许多著名剧目, 场场爆满,盛况空前。 在《白蛇传》,他唱《业绩雷锋塔》一曲, 以鼻鳄发声,圆润淡雅,鱼音鸟鸟, 如珍珠落盘,水银泻地, 创造了方腔,形成了独特流派, 并听者着迷,郁满阳城。 后来一段时间,随着电影兴起, 乐剧艺术也搬上荧幕。 为适应观众需求, 方燕芬接受香港电影公司邀请, 任该公司第一女主角。 方燕芬与林佳生,邓碧云等拍演了乐剧艺术片150多部, 使她的演艺事业达到巅峰。 方燕芬的影片颇为畅销, 直到今天,香港两家主要电视台几乎每天都播放有关节目, 她的唱片和录音带在港澳市场也十分抢手。 1990年,方燕芬花了大量心血将历年来积累的首本曲目, 灌录成一套激光唱片, 方枪新唱,完成了一项艺术工程, 受到乐剧界和观众普遍好评, 方燕芬对乐剧艺术的传承和创造做出不少贡献。 20世纪50年代末,方燕芬与香港名医杨景黄结为抗力, 退出一谈。 但她仍然依恋艺术,从未有停止活动, 把艺术投向社会慈善事业。 1984年,她与乐剧爱好者曾超群女士合作, 成立群方慈善基金会及群方议院等团体, 研究艺术,灌录唱片义卖,用作经费。 1987年10月间,她亲自登台举行慈善演唱会, 共筹款1260多万港元, 分别赞助给港岛10个慈善机构。 到1988年,方燕芬为群方慈善基金会 筹得基金达4170万港元, 资助一批学校、慈善单位和医院的建设, 受到社会称赞。 方燕芬的慈善活动,由香港而至美国。 早在1985年,群方慈善基金会 美国纽约分会特赦加州路德大学, 纽约批市大学的群方东亚研究所 及群方奖学金等机构, 经常邀请著名学者来演讲, 或举办学习班,宣传东亚文化, 奖励成绩优异的东亚学生。 功成名就,情细丧子。 方燕芬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了, 然而爱乡之心承切。 开放改革后, 她出资修建南坑农村祖屋的同时, 也帮助乡亲建造新居, 乡亲们甚为感激。 1998年6月, 华东地区遭受特大洪涝灾害。 当时方燕芬刚从美返岗, 立即参与在快活骨麻场举行的大会演, 并与萧芳芳、 中楚红等红铃影星合唱滔滔千里新异曲, 还将精心绘制的富贵迭来画幅, 以及录制卡式录音带2000和献给大会, 当场拍卖, 所得款全部振绩华东灾区。 同年8月, 广州市文联和文化局艺术委员会, 借筹报她捐赠之际, 在广州友谊剧院举行方燕芬艺术欣赏会, 方燕芬与红线女等同台演出, 堪称香港乐剧界一大盛事。 人大、政府、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 在会上发表讲话和观看演出, 各大报分别做了报道和发表评论文章, 大家称赞, 恩平人民特委她送上了大花篮, 表示祝贺。 花蛋王方燕芬, 凭着热心推广乐剧艺术, 并鼎力支持慈善事业, 获授香港2003年童子金星章。 可是, 今时不同往日, 当初的喧嚣早已成为过去史, 如今, 只徒留他们当初的旧居 还留存着一点过去的痕迹。 然而, 方燕芬的旧居 却在2010年差点被拆毁, 好在最后保住了, 成为了很多乐剧迷心中 留存不多的实体回忆。 关于方燕芬在广州旧居, 有报刊在2010年8月, 就以题目为 明令方燕芬旧居暂不拆的文章报道过。 报道中提到未解决和平溪路, 从贵路和恩宁路长久以来存在的交通瓶颈, 按照计划, 400米延长线亚运前就将建成通车, 其中拆迁范围包含了明令芬燕芬的故居。 这让当时的街坊和关心乐剧文化的人担心不已。 这次的消息, 后来曾看到过一些简单的在报道, 均是方燕芬的旧居未被拆除的消息, 然后这几年就完全没有了后续报道。 蓬莱新街40号是方燕芬在抗日后买下的小洋楼, 有消息说方燕芬一直在委托他人带管这座房屋, 一直以来负责带管这栋宅子的老人去世了, 关于屋子的历史从此便更加难以考证。 当然也有消息说这里几经易主。 老街坊知道这栋于百平方米的小洋楼 曾一度改为老人活动中心。 又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这里又大门紧闭, 几乎已完全搜寻不到当年明令方燕芬的身影。 其实这里与罗品超旧居, 人白旧居的情形差不多, 除了一个地址之外, 实际上已没有更多关于方燕芬的信息了, 这大概也是大多数乐剧、曲艺、 乐乐艺人的旧居和故居的现状了。 现在,尽管在恩宁路上有乐剧博物馆的建成, 但西关的乐剧氛围已大不如前。 我们一直提到要振兴乐剧文化, 在建造乐剧博物馆的同时, 也应该保护现有的乐剧文化资源, 保护乐剧文化应该有一个整体规划, 尽量把现有的乐剧文化资源保留下来。 西关中还保存的乐剧、曲艺、 乐乐艺人的旧居和故居, 肯定属于乐剧文化的一部分, 里面肯定藏着许多关于乐剧的故事、 记忆、情怀。 如果能把这些故居就聚串连起西关的乐剧文化故事, 这对乐剧的传承不知是否有帮助呢?